如果是自己的房子,是想换房子的 究竟我们应该先买了自己的房子 还是先看了新的房子 HELLO,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Pure Living 我们很多时候上去Ride Mover Zoopla 都看到一个Term,就是Meneur Onward Chain 或者是Chain Free 究竟是什么Chain? 是一条铁链 其实就是说业主 虽然需要去买一间新的 或者是否要买了现在的List那间 才去买另外一间 其实为什么会这样写呢? 因为你知道 如果你买一间是有Chain的 可能成交期会比较久 还有风险就是说 最终业主会不会去Withdraw from the deal 可能是相对较大的 如果是有Chain 那今集我就想跟大家讨论一下 究竟我们如果是自己的房子 是打算换屋的 究竟我们是应该先买了自己的房子 还是先看了新的房子 好了,我在未开始之前 Jason,你会寻愿先做交易 还是先放了自己的房子 其实我可能都会保守安全一点 我自己的做法 我都会放自己的房子 在市场上 但是在同时 我自己都会努力一点去 看看市场的情况是如何的 看看市场上有另外的房子 是什么情况 什么价钱 这样可能都会做交易 这样变成两方面 就可能都算是back to back 那你已经在找一间新的房子 在同时就在放 那就安全一点去做了 因为如果不是 你都可能会 incure一些很不需要的cost 如果你搬屋那一刻 其实也挺麻烦的 浪费时间 当然也挺麻烦的 因为你又要找short term accommodation 我们大家都知道 其实如果你short term 找地方去租 就算租两至三个月 其实也不便宜的 所以我自己是会这样做的 其实这个问题 其实没有说是对对对错的 我想每个人的情况都不同 我自己是这样看的 因为其实为什么很多人会担心 就是说如果买了自己的房子 才去找新的房子 第一就是说 如果他真的不是很完美的 去接到那个日子 就是说会不会没有屋住 其实老实说 你自己的房子 不会没有资金去做一个短期的租药 甚至乎现在已经有很多平台 是提供短租 例如好像Airbnb 所以都不要担心没有屋住 但是当然是有成本 但是你想想 那个成本不会大过 你有机会被人禁价的情况 假如如果你是 make the offer 新屋那里 你一定是计算得适合 你知道你原先这间房子 要卖多少钱的 但是如果你一心急起来 就是说我一定要什么时候成交 而是想被人禁价呢 那个价钱的差距 就是被人禁价 一定是多过你出去 去租一间Airbnb 所以呢 我自己个人呢 就觉得是 一定是会买了 sorry 买了自己的那个 就是收到offer 才去出offer 给新的那间 其实可以同时间这样做的 但是我会情愿 accept了人家买我家的offer 我才出去 去真的出价给其他人 那其实这件事呢 都会是看回 可能市场上的情况 因为大家可以回想回 在这个stamp duty holiday 就是几年前那时候 英国很多地方 尤其是在城市市区里面 很多都会是被追价的 就是说很多人去看 每个人都是想抢着来去买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 可能我又会反过来 会尽管是 出了价先 才去买出自己的那间 因为大家都是 我不知道我最终要用多少钱去买 那我越早可以有offer 设定了成本就越低 但是我知道什么呢 就是基本上我家买 一摆出来就很快 可能有几台客 去抬高价格了 这些比较极端的情况 不过如果你看回这个问题 究竟应该是用哪个方案呢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 可能我真的会先选出offer 我其实也见过很多情况 有很多land load 在店铁里面都会讨论我们 说我想放一家屋出去 去sell 其实你刚才所说的 就是看回那一刻的market condition 但是另外一点 我也想推荐一下 就是看回你自己的房子的condition 因为当然 market就是你控制不了 但是房子的condition 其实你自己控制到的 所以如果你说 房子其实有点乱 或者有些地方可能要收拾一下 有些地方是流水 其实这些东西都可以做好 整个房子好看 有时候有一些简单的动作 可能是收拾好 收拾干净 拍一些漂亮的照片 可以做marketing 其实也能吸引到新的interest 其实你自己是 take advantage of这个动作 可以基本上 建立更多的interest 你其实知道外面的market 对你的家屋有没有 这个demand呢 你其实都可以 都可以这样跟着那个游戏去玩 因为如果是 当然interest是大的 你其实是 知道外面 可能有几个人会做offer 那你是 拿了最高的offer 或者可能trigger到一个bidding wall 那更好 那你基本上 已经是 最高的price可以去做 或者再不是 你其实如果 基本上有几个offer 你可以跟他商量 你可以说 其实我是 我是想接受你这个offer 但是我其实要出去 再找另外一家屋 这样变成 你未必立刻要买 但是你已经可以跟他商量好了 所以 无论是 make use of market information 可能先放在市场上 然后看看 之后如何去做 另外一点 为什么我觉得 就是 先卖了自己的那边 那你可以试想一下 假如如果你真的 出去找屋先 那你去到 你见到一间屋 很喜欢 你出嫁 那 未必只有你一个人出嫁 那如果又 就是多一个人 去出嫁 那你要说回你自己的故事 究竟你是不是用 cash buy mortgage 或者是 你什么时候可以成交 等等 那你很多 你又不知道 你可以什么时候成交 你也都不是 你一定要卖了你自己的那间屋 才可以卖新的那间 那另外其他人可能是chain free的 那你想一下 你觉得别人就算出同样的价格 那业主会接受谁呢 那所以呢 你如果是想是做足这个准备呢 我都会是建议大家是卖了自己自主物业 你才去找新的那边去出嫁 那如果你自己的看法 你自己又会觉得怎么样 你可以在下面留言 留下留言 那 好像我刚才那样觉得 那其实这件事呢 没有绝对对 绝对错的 真的看自己的情况 还有看市场 当时的环境是怎样的 那如果大家喜欢这条片 记住给我们一个赞 可以有什么问题 在下面留言 或者透过下面的WhatsApp 来联络我们 记住按一下小钟 下次出片 你就会见到 谢谢 拜拜